你到时候买鞋子啥? 便宜 便宜 能说 关注鬼头带你看最真实房价 找到现在的位置是 辽宁省大连市荆州区 在我身旁这位美女 参加在我身后这个小区 有一个房子 听说不想要了 是那意思不? 对,想卖 这小区叫啥名? 基润 基润? 对 废话不多说 跟着我的镜头来吧 多年了这小区? 小区十多年了 你买多少钱了? 两年 那你为啥想卖楼? 想换一个再大一点 住的更舒适点的 金桶小学 全面就是金桶小学 下楼就是学校 还有一个足球学校 有大年卑鄙一座足球学校 小学? 小学 足球小学? 108公交这个车站 这块就是终点站 三楼了 一梯三户的 这是处于三洋坊? 对,三洋坚 嗯 有点 这也是刺墨 这是刺墨 啊 这个下边就是小学 这个下边就是学校了 那真近呢 离学校啊 不问你说近 这小学叫啥名? 金桶小学 金周唯一一个就是有一天三顿饭的学校 而且伙食标准还特别高 那你这还算学区呢 这房子啊 这个房子就是学区房 就是学区房 对对 小学是金润 然后中学就是117了 那金周终点就去 厨房还行 反正一个人能钻开室 就你厨房这个位置全是外扩的 小库行 对 这竹子 这竹子 有两个晚上 行 挺好不乱 哎呀 这鞋怎么放呢 没事 鞋放放呢 你这装不长时间呢 瞅着呀 两年 你才装两年呢 对 我说呀 那咋回事 那咋的 装两年 买两年 买两年 完了装 才装上两年 买完就装了才两年 啊 完了现在还没怎么住院 就想卖了 对 坐这儿 我就觉得这个面积有点小了 那你到时买些 咋新色的你 便宜 便宜 能说啊 哈哈哈 该多钱就多钱 随便我这里面是真实的 嗯 那多钱买的 七千五百八 多一瓶这屋 五十三瓶 四十万 嗯 你说外扩哪外扩呢 我跟你讲这个位置 嗯 嗯 这个梁下边啊 嗯 外面全是外扩的 嗯 一直到厨房 还有内屋 就是没三个 就是没算面积 没在面积之内 对对对 外扩大概有十瓶左右吧 就不在房本范围之内呗 不在不在 房本五十三年几 就五十三瓶吧 那你咋想呢 咋想去卖呗 是 啊 卖多少钱呢 我的意思 五十七八 哈哈哈哈 再说一次 你说让我说多少 那跟我没关系 你的房 五十七 再说一次吧 再说五十七 不对 不对 不五十七 你再说一次 说个别的 你成不成心卖 我成心卖 成心卖 就说一个成交价 咱不说交价 嗯 完了你先说好 你包包给我顾啥的 哦 所有都包 所有也都包 三十 哈哈哈哈 我不 你说了快说吧 别想了 我不卖了还不行吗 五十二 嗯 旁边一个简单装修的 就是一单元 一单元前两天 一个简单装修的 五十 而且格局还不是我家这个格局 他一进门送了个榻榻米 嗯 他是大约是十几年前的一个装修 嗯 按理说要是互相来讲 你这互相热闷热 嗯 不同风 对 嗯 但是有用事啊 学区房啊 嗯 嗯 对 还能说吗 可以不说 嗯 还说啥 再说一次呢 嗯 加格啊 嗯 你再说一次我就往上涨了 房呢 鬼哥认为还可以 你们觉得咋样呢 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评论 好了 咱们这一期大连荆州探访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